我們看看這題目 a為不等於0的時數 已知ax-1Ⅲ的展開式中 x平方向之係數為192 求a之指為下列哪一個答案 那麼首先 這ax-1Ⅲ的6次方 我們把它寫成是 這是ax 然後加上這-xⅢⅢ 然後括號這取6次方 那麼在展開式中 dr加一項 它的形式為 這是c6取r 去乘以ax括號的6-r次方 然後再乘以這-xⅢⅢ 括號的r次方 那麼這是c6取r 然後去乘以這裡呢 是a的6-r次方 然後去乘以這裡有-1括號的r次方 那麼x的部分呢 這裡有x的6-r次方 然後這裡呢 有xⅢⅢ括號的r次方 那麼這等於x的-3次方 括號的r次方 那次方要相乘 所以呢這是x的-3r次方 我們寫下來 因此呢 這相乘 這指數要相加 所以呢我們寫到這裡 這等於c6取r 去乘以a的6-r次方 再乘以這是-1括號的r次方 然後去乘以這是x的 這兩相加 這是6-4r次方 那麼這時候 以這條件為 x平方向之係數為192 所以這裡呢 我們取 這6-4r是等於2 所以呢 這4r是等於4 我們算出r是等於1 那麼這時候 我們以r等於1 代入這個部分 那麼得到的就是x平方向 它的係數 因此呢 我們代入 這是c6取1 去乘以 這是a的 這6-1 也就是5次方 然後去乘以 這是-1 過號的1次方 那麼這是-1 所以呢 這等於 c6取1是6 所以這裡我們會得到 這是-6 去乘以 這是a的5次方 那麼這等於 192 所以呢 我們算出 a的5次方 這是等於 這是-32 所以呢 我們算出 這a 就是等於-2 這個答案 因此我們這題答案是要選d 最後的答案 這個答案 然後請下 我們再看 我們會有